广东话我吃饭和我吃饭,大家一听就明白 不过英文就要分现在式和过去式 结果在讲英文的时候,大家就会好像轻了机 说每一句都要想很多东西 所以今集就索性跟大家一口气,分享全部12个英文动词试题 让大家可以一剔过搞定它 好,头哥几个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所以我会讲快一点点 Round 1 简单现在式 顾名思义现在是所有事态中最简单的 它主要是用来表达事实、习惯和一些经常发生的东西 例如I eat everyday,我每天都要吃冠冠 Humans are stupid,人类太愚蠢 I only eat fish,我只是吃鱼 好,Round 2 现在进行识 这个都应该很容易理解,主要是用来形容一件进行的东西 I'm having lunch,我正在享受我的午餐冠冠 You are watching this video 你正在观看这条片 We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everyday 我们正在每日不断进步 Round 3 简单过去式 简单过去式和简单印象式差不多 只是一个说现在,一个说过去 过去式是说一件事已经完全结束 通常都会说在以前什么时候发生 例如I had two cans of tuna yesterday 我昨天吃了两个冠冠 I was born in 2018 我在2018年出生 I only ate fish,我之前只是吃鱼 在这里可以看到eat变成eat 食欲这个习惯已经是以前的事 Round 4 过去进行识 又现在进行识,同样都有过去进行识 过去进行识是面述过去某个时间点 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做的动作 I was cooking,我当时正在煮食 I was having lunch at this time yesterday 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在享受我的午餐冠冠 I was having a shower when the phone rang 电话响的时候,当时我冲凉 在这里都拆开一点,吃饭,不用eating lunch 而是having lunch having breakfast,having lunch,having dinner Round 5 简单未来式 顾名思义,未来式是说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I will have three cans of fish tomorrow 我明天会吃三个冠冠 You will watch this video again 你将会再次观看这条片 Things will get better,一切将会变好 Round 6 未来进行识 未来进行识指的在未来某个某个时间点 将会进行的某件事 It is time tomorrow, I will be having lunch 明天这个时候,我将正在享用午餐 Come at 3 p.m. We will be playing tennis at the park 3点的时候过来找我们,我们将会打网球 Professor will be speaking from 3 to 4 p.m. 教授将会在3-4点期间发表演说 简单说,长日式是用在特定时段发生的事 我现在在吃罐罐 我昨天这个时候在吃罐罐 我明天这个时候也是在吃罐罐 而现在式、过去式、将来式 便会还干一点 我每天都要吃罐罐 我昨天吃了罐罐 我明天都会吃罐罐 好,接着下来的那些便会开始进入气肉 难度增加 Round 7 现在是原食式 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容易令人误会的事态 它与过去式最主要的分别是 现在原成式主要是用来带出和现在的关系 例如I saw the movie 和I've seen the movie I saw the movie强调的是以前看过 可以是昨天、可以是十年前 讲的人不一定会讲清楚发生的时间 不过他想带出的重点是过去 看这部电影的动作发生在以前 而I've seen the movie 但这部电影的时候同样可以是昨天 可以是十年前 甚至可以是一万年前 不过这次的重点是想强调和现在的关系 今日的我……是表示一种经验 今日的我又曾经看过这部电影的经验 我只有部分观众可能未完全明白 下一个例子可能会言明些 Did you love me?和Have you ever loved me? Did you love me?的重点是之前 当时有没有喜欢我? 说这一句的时候 手里是说过去的某一段时间 而Have you ever loved me?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喜欢过我 以前什么时候发生不重要 重点是想知道有没有发生过 两句的意思其实很接近 都是在说同样东西 一个是在说以前的你 一个是在说今天的你 We haven't met before, have we? 我们应该从未见过对方,是不是? 现在完成式的另一个用法 是想表达一些很近期发生的事情 不过就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 例如刚才I've seen the movie 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 不过当加了个just的时候 就会变成I've just seen the movie 我刚刚才看完这部电影 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明了时间 就算是今早甚至是一分钟前发生也好 整件事就会变成过去式 重点就会说是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I saw the movie this morning 我今早看过这部电影 好,Round 8 现在完成进行式 如果你成功过到Round 7的话 Round 8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现在完成进行式是指由过去开始 去到说那一刻都正在进行的动作或状态 例如刚才现在完成式 I've waited for two hours 我已经等了两个钟 不过当加了ing 变成现在完成进行式 就会放大等这个动作 I've been waiting since this morning 我由今早等到现在 去到说这句话那一刻都还在等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好,Round 9 通常说到这里都会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放弃 过去完成式最常用的用法是指出过去两件事的先后关系 是火车开走了和我们到达火车站 两件事都是发生在过去 分开说的话,两件事都是过去式 The train left, we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不过当两件过去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想带出他们先后关系的话 就可以将先发生的事变成过去完成式 The train had left when we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我们到达火车站之前,火车就已经走了 先发生的事变成过去完成式 后发生的依然是过去式 好,Round 10 过去完成进行式 如果将刚才的火车例子 写成The train had been leaving when we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便会变成过去完成进行式 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 The train had been leaving 重点是带出火车当时开走这个动作 好,最后两关 Round 11 未来完成式 字面上看,未来完成式是一件很矛盾的东西 又在未来又已经完成,那是如何呢? 未来完成式主要是用来表示 每一个动作在未来何时何时之前将会完成 By the time you read this,I'll have left 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将来 就是一个发生先,一个发生在之后 I think they will have got there by 6 o'clock 他们应该在6点之前就已经到达 By the end of the week,I'll have had 3 more cans of tuna 在今个星期完结前,我将会吃多3个冠冠 好,还有一个Round 12 未来完成进行式 它主要是用来表示某一个之前发生的动作 在未来何时何时都仍然会进行着 例如I'm now waiting,我现在等着是现在进行式 I've been waiting since this morning 我由今早等到现在是现在完成进行式 By 6 o'clock,I'll ha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3 hours 去到6点我就会等了3个小时 等这个动作在之前已经开始 在6点的时候都仍然会在等 到时就会等了3个小时 重点会是等这个动作 希望听到我明白,叫它快点 其实今集很多的分享 都是出自Cambridge和Osford的字典 里面他们会有详细分享的每个动词事态 其他的用法 我之后都会再找机会和大家介绍回 希望今集可以帮到大家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